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引起酒驾争议的男团铁亚队长文俊妞 被女主播爆料打赏求爱后 发文表示会公开女主播的19禁影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前几天,韩国人气女主播哈渡 在网上公开了自己被著名男爱豆骚扰的事情 哈渡表示 2月初的时候第一次收到了爱豆的联络 一开始那位爱豆说自己在做演艺圈的事业 想要跟我谈合作邀请的事情 聊了一下之后我就没有再回复 结果该爱豆又再透过另一位主播联络了我 最后我们通话了一个小时30分钟左右 一开始他说他是我的粉丝 想要一起合作 将我的影片放在Netflix上 也想要跟我一起出演哈渡西哥呢 老实说 刚开始我也是跟艺人打电话 所以感到很神奇 但是后来越来越感到负担 就拒绝说了对娱乐圈不感兴趣 但是这位爱豆却说 我真的是粉丝希望能见个面 怎么样才能见面呢 因为太感到负担就拒绝了 然后公开了当时的聊天内容 成为成年人之后 想要拥有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叉叉你 请给我打开1%的可能性 剩下的99%我会努力填满 连蛋 声音 酒品 甚至连笑声 萌芽都是我的菜 太喜欢了 不是现在的话可能会失去 所以将我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 女主播哈罗表示 在遭到拒绝后 那位奶奶豆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直播 然后还在直播中打赏了很多气球 最后女主播哈罗 透过DM的方式 再次向那位奶奶豆表示 我对你不感兴趣 不要再打赏气球了 我会扣除手续费后退款给你的 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奶奶豆回复 你算什么这么拽 你的脸身材 舞蹈声音 都不是我的菜 太伤自尊了 我打赏的气球都退款给我 女主播全额退款了 然后在昨天 这个消息上了新闻热搜之后 我们就要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发网表示 你的19G影片公开的话 会有很大的风波吧 我会公开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才对你露不露没有关系 但是你给一天打赏几百万几千万的粉丝 公开的礼物 一对一发送的照片跟影片 到底是什么呢 我的订阅数超过10万的话 就会公开的 然后我们就将也来到 女主播的这个影片底下留言 在这里留言的所有人 都会采取强烈的法律措施的 绝对不会原谅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随意猜测提到真名 就是名誉毁损 这里就是出现我名字的地方 我会在YouTube公开这件事情的 请订阅我的频道 超过了十万订阅的话 就会告诉大家想要知道的所有事情 因为是穿得比较露的女主播 所以小看了吧 结果被拒绝后就做这么恶心的对应 都这样了还在乞讨订阅 怎么这么好笑呢 然后现在才七千订阅 还在说什么十万订阅呢 不会对不起且安其他成员们吗 赵浩铭为什么要使用且安呢 说退款什么的 我还以为是一千多万呢 是吧 一百七十万 可可可疯了 收着打赏的气球做反应的主播 跟恶心的他 都是半斤八两 谁能指责谁呢 然后他说了 突破十万就公开十九季影片 哈路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为什么要这么踩踏我当年的回应呢 对于女主播的爆料 以及声明 订阅突破十万 就会公开影片的猛居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雷与球尹的短信聊天内容 爱不雷是非常出名的 雷对被球尹的铁粉 而前几天 球尹在IG上传了 与雷的短信聊天内容 前辈 我的兴趣是画画 我看着我最喜欢的前辈的照片 画了一下 啊雷画得太好了 谢谢你好感动 我要设定为手机背景 然后球尹留言 我想要炫耀一下 谢谢你雷 然后附上了这张图 后辈能这么喜欢自己 应该会感到很欣慰 很感谢吧 在我眼里 雷都这么可爱 站在球尹的立场 应该会更喜欢更可爱吧 哇是吧 雷真的是成功的粉丝 因为本命想成为艺人来到韩国 上了与本命一样的高中 成功出道与本命用同一加小 还跟本命有联络 这真的是现实吗 画得确实很好 不过大家知道吗 音线也帮我画过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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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